這是康復的一個小時 大概成兩個小時 還用的 好 來 我們接下來呢 來上這個 算那個第六章的題目 那第六章的題目比較少 就兩題而已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在講什麼東西 好 那第六章的題目呢 這題的還算是有趣 這個題目在很多地方可以見到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有兩個東西 我先講啦 他現在有兩個這個方塊 這個A方塊呢 它的質量呢是兩公斤 然後呢 它放在B方塊前面 不是放在前面喔 是因為A方塊動得很快 對不對 所以 然後這兩個東西因為有摩擦力 它就滑不下來 對不對 就好像被車撞了 然後車子開得很快 你就是被往前推對不對 又滑不下來因為有摩擦力嘛 好 那其實這個題目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A方塊兩公斤 B方塊三公斤 然後呢 現在呢 這個 有一個力 60牛頓推的這個B方塊往前走 那他要問一個問題啦 他要問什麼呢 他問說 這AB方塊之間 這個摩擦力最小要多少 才不會讓A這個方塊滑下來 就是你這樣跑很快 跑很快對不對 東西弄著它不會掉下來 到底要多快 摩擦力要多大 才不會讓它這60牛頓的力 這個移動的情況下 讓B方塊掉下來 好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很典型的正向力問題啦 正向力問題 好 那我們怎麼處理這件事情呢 好 首先我們來看 現在呢 我們的這一個 好 這樣子看 直方塊這一個是三公斤 這個是兩公斤 首先我們知道的是 它往下滑的力 往下滑的力是多少呢 是不是2乘上9.8 對不對 這是讓它下滑力嘛 下滑力 下滑力 所以它是多少呢 19.6牛頓 對不對 下滑力 所以表示怎麼樣 我們要提供一個 往上的力 比如說我們要提供一個 往上的摩擦力 要等於19.6牛頓 它才不會掉下來嘛 對不對 它才不會掉下來 好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 當你這裡有一個60牛頓的力 這樣推的時候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 它加速度是多少嘛 對不對 那加速度應該怎麼算 你看 它的加速度我A應該相當於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力是60牛頓 對不對 那這兩方塊的質量是多少呢 是3加2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它的這個公斤 所以我們知道它的加速度是12ms平方 12ms平方 好 所以這兩個的一起動的 它所受到的這個加速度是這樣子 好 那所以如果你知道加速度是12ms平方 代表什麼意思 它也是得到12ms平方 它也是得到12ms平方 對不對 那所以這裡為什麼會得到12ms平方 因為它有正向力嘛 對不對 這個不能講正向 推力嘛 對不對 所以這裡推它 這裡推它的加速度呢 就是12ms平方 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有這個之後呢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了 所以在這裡頭你加速度是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它所收到的力其實是多少 這個2公斤的物體 2公斤的物體受力 等於什麼 2乘上12ms平方 所以我得到的力是24牛頓 對不對 所以這裡的力相當於24牛頓 好 那我們知道摩擦力 摩擦力F的D是什麼 近摩擦力對不對 因為它不會滑動 要算的是近摩擦力嘛對不對 對 μs乘上n嘛 對不對 好 那現在這個μs乘上n 要相當於多少 相當於19.6牛頓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n是24了 所以μs乘於24 要等於19.6 最小嘛對不對 所以μs就會等於多少 就會大概等於0.82 注意這沒有待會喔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可以吧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典型的 因為摩擦力的一種題目 它只是發一個角度問題而已 好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喔 這個第二題喔 有29題喔 好 那這個題目呢 它就是去遊樂場做這個 雲霄飛車啦 對不對 做雲霄飛車的題目啦 好 它說現在有一個這個 車子啊 沿著這個T20 RAW 其實這個T20就是 像山丘的對不對 啊 其實我們畫圖 感覺就像 像這樣子啦 那其實我們有說過 對不對 任何一個彎曲的一條線 你都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 圓軸運動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 這一個完全不能當成是一個圓 它有一個曲率半徑 它有一個曲率半徑 有一個圓的這個曲率半徑 好 所以題目說什麼呢 說這個車子啊 沿著這樣子的一個 像山丘一樣 起回這個路去去移動 好 那今天呢 在這個山丘的這個最高點 它的曲率半徑 其實就是這個圓的半徑 就是radius of curvature 就是所謂曲率半徑 就是圓的半徑 20公尺 好 所以A小提問 A小提問 他說請問一下 我這樣爬上去 最快最快最大的這個速度 最大可能的速度 在這個地方 不要讓車子怎麼樣 飛出去 對不對 大家看好萊塢也都飛 經過那個山 就飛出去嘛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他要問的是 那哪一個速度 哪一個最大的速度 到這邊的時候 他還會剛好車子的輪胎 貼在這個路面上 不會路這樣飛出去 就會沿著這樣 直直走過去而已 這是第一小提 好 那第二小提呢 假設我是車子 走到這邊來了 走到這邊來 他想要問說 一個 一個視重為75公斤的這個乘客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飛鎂里 就是這個什麼 山谷嘛 山谷的 這八這種飛鎂里 就是山谷的這個底部 一樣曲率半徑20 曲率半徑是20公尺 那想要請問一下 一個75公斤的層 在這個底部 他看到的這個視重 應該是多少 因為你這樣下去嘛 對不對 下去的時候呢 你在這個地方呢 承受了更重的這個力量 對不對 所以要問 第二個問他在這邊看到 視重應該是多少 好 OK 所以第一小提 第一小提 我們來看一下 他其實就是一個這個 一個這樣子一個圓 然後我在這邊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呢 給他的向心加速度 如果剛好沒重力的話 對不對 向心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是什麼 向心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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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 這個 mc 就是向心力 對不對 如果我的mc 剛好等於我的什麼 剛好我的重力 最寫的mg的話 那表示什麼 表示他剛剛好貼在上面 剛剛好貼在上面 好 如果說 你現在想想看 如果速度再更快一點呢 更快一點的時候呢 我的向心力 我的向心力 不夠大了 對不對 不夠大了 那 我的這個 這個 重力加速度 比較大 講錯了 我的這個向心力要更大 才能夠讓他貼下來 可是我重力只有這麼大 所以我兩個有叉子的話 我就會怎樣 飛出去嘛 對不對 如果這兩個有叉子的話 我就會飛出去嘛 對不對 是不是 要更大向心力才能往下的話 所以我fc要給fg 所以我會得到什麼樣子呢 mc就是得到 mr分之另一方 要相當於什麼 我所受到的重力嘛 mg 對不對 所以我速度最大可容許的是什麼 m跟m消掉 對不對 所以b就等於什麼 根號gr 好 那g是多少呢 根號g是9.8 r是20m 對 好 好 所以這樣算起來呢 x4 f 1s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那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反過來變成這樣子了 好 車子在這下面 對不對 好 那車子往這邊下去的時候呢 我這邊會有一個往下的這個重力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需要向心力 我這個向心力是有什麼 有這個正向力 好 提供的對不對 那這正向力提供它的向心力 包括哪兩項呢 一個是重力 對不對 那還有一項是什麼呢 它要像是 假設我這個速度夠快的話 它給它一個反作用力 對不對 那這個反作用力的大小 會跟你的什麼 像是 會跟你的什麼 圓周運動的那個什麼 m r分之 108 相等 對不對 所以有兩個東西作用在這上面 形成一個什麼 m 好 所以呢 我在這裡頭所看到的四重應該是多少呢 看到四重應該是 我的f 等於m r分之108 加上mg 所以就等於 先過來一點 好 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75 乘以20 然後140方 再加上m75 乘以9.8 好 所以這樣子呢 相當於多少呢 735牛頓 加上735牛頓 等於1470牛頓 就這樣子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 我會問一下 我們可以 來 我可以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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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沒有問題 OK 準備第七章